淺痰三同飲食 生同飲食最初是用作兒童癲癇使用的治療性飲食 只提供足夠的蛋白質供身體生長和修復 維持與年齡和身高相對應的 體重需要的充足熱量 典型的治療性生同飲食 在1920年代發展裡治療兒童癲癲癇 並在接落裡的10年被廣泛應用 但在有效的抗癲癇藥密密細厚 受歡迎程度日漸下降 生同飲食下 肝臟會將脂肪轉化為脂肪酸和同體 而同體可以進入大腦 並取代部分葡萄糖作為能量來源 同體取代葡萄糖對大腦有一些分別 例如,某些人報告在生同飲食下 感覺更清晰,精力更充沛 然而,長期依賴同體作為唯一的大腦能量來源 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 以評估對大腦健康的影響 尤其在兒童和長期使用者 傳統的食物金字塔 將碳水化合物置於底層 塑果和脂肪位於上層 而糖、鹽和油則在金字塔的頂部 但是,飲食金字塔的構想一直在演變 並且隨著研究的進展而不斷變化 去多最新的飲食建議強調植物飲食的重要性 同時亦考慮到蛋白質和脂肪的來源 確實,碳水化合物不再被視為飲食金字塔的唯一基礎 最底層科學研究一直在不斷發展 因此飲食建議也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隨著更多研究對不同飲食方的案影響進行深入了解 可能會有新的理論出現 進一步推翻現有的說法或者提出新的觀點 生和飲食比的例通常是二高脂肪 適量蛋白質和極低碳水化合物的方式組成 4比1的比例指的是脂肪和蛋白質的黑數比為4比1 而碳水化合物的攝入量則非常少 通常不超過每日總熱量低5-10% 關於半生酮飲食的概念 可能會因不同的資源或醫學觀點而有所不同 但通常指的是稍微放寬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的飲食方式 已達到更易於實行的效果 如果你相信生酮飲食對健康有好處 而有因種種原因而無辦法嘗試 你會不會才是半生酮呢? 可以請教你的醫生或營養師 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那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 點讚 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3 3 4 4 4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